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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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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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还问我 哎,你最近你去了什么地方 你又动了手术啊 干嘛,你现在 你的头肺卡起来了 我向他跟他说,不贴了 而我的朋友呢 太太 本来他的病情也是 相当严重的 他已经是打人啦,随意 大小号,小的应该是 三个手 然后他也不能安静地 坐在椅子上 就算一分钟也好 他也饿了 吃饭他也不要吃 应该是在两个月之后 他打人的问题感染了 他也会通知他 不是他的人说 哎,我要上厕所 连脾气很暴 就是很 很糟的问题 就是说 不喜欢坐下的问题 他也感染了 坐下来 乖乖的坐下 安静了 是一个办法 我的朋友也可以在他 他就去穿井 否则 应该是 就是 享受一下 那些屋外的生活 因为我的朋友 已经不敢带他出去了 他已经不受控制了 对 我想 在这里跟大家说 让我们拥抱 因为我们拥抱了 等于我们拥抱了健康 健康永远不会离我们而去 谢谢大家